直播各位觀眾持續帶您來關心前桃園市長鄭文燦貪污收回案件 昨天桃園地檢署11貪污治罪條例將他徵結起訴 而根據了解呢今天凌晨的時候 他是以2800萬元交保候選並限制住居出境出海 而限制住居的位子呢就位在台北市中正區的這一處民宅 而當時檢方其實在進行搜索的時候 也從裡頭搜出超過600萬元的不明金流 目前另案偵辦當中 而在您回顧整起事件的事發其實在七年前 當時林口有一塊農地要進行土地重化 因此就有人找上時任的桃園市長 也就是鄭文燦請他幫忙 而後續檢方也查出他確實有做出對駕相對應的決策 來影響說整個土地重化的過程 因此判定說他有貪污收回 而據了解呢現在鄭文燦呢 已經這一兩千八百萬元交保出來了 後續他的一舉移動想必也是備受關注 以上是我們現場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時間盡頭三篷內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 月醒來 靜好新聞 《時薇所使用的表格》